真的就是一步一步 一点就憋着这个气 就爬到爬下去 爬下去以后 到了这个他客栈的门口 他就他就我就昏死过去了 昏死十个小时后 叶飞才苏醒过来 他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有人在旁边照顾着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狮子头客栈 对岸不远的狮子头村 有一个党支部 群众基础很好 客栈里枪响的时候 村里的同志知道有情况 可他们一时不敢贸然前来 一直等到天静黄昏 路上没什么行人了 当支部书记拜仁摇着船 找到了昏死在水沟边的叶飞 把他运回村里 前来执行刺杀任务的 是国民党福安县特务队 在叶飞进殿的时候 就被一个叫黄和尚的人盯上了 怀疑叶飞是个共产党人 并向特务队报告 由于狮子头村一带 我党的力量比较强 当时特务自认为 刺杀任务已经完成 不敢久留 便匆匆地返回了福安县城 可他们的头目 见到从叶飞身上 搜来的笔记本后 意识到刺杀的对象是一个大官 急忙组织大批人马 赶回村里查看究竟 敌人一家一户搜查 对进出的行人严加盘问 狮子头村一下子失去了往日的宁静 当地党组织找了一个 正好从福州医院请假回村的故事 为叶飞紧急处理伤口 由于敌人搜捕严密 党组织希望尽快把叶飞送到游击队根据地 这样才能完全脱险并得到救治 后来他们就想了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把它化妆成这个新媳妇回娘家 新媳妇回娘家 就是这个头上可以啊就包起来 这就是这个头上可以了解 清晨,狮子頭的小道上,教夫抬著一頂轎子趕路 夜妃坐在轿子里,一条红纱巾把受伤肿大的头包了个大半,只露出一双眼睛 父亲个子也小嘛,穿着这个妇女的这个衣服,然后这个裙子 我说那你这个脚,你这个男人这个大脚,你不是露馅吗 他说,他那个,我说,拿一个小脚鞋子套在我那个脚趾头上 结果他大拇指上套一个小脚的脚趾 他说,拿一个小脚趾头上,拥有什么大脚趾头上 怪我好干嘛,有什么哥小脚趾头上 比肝尼女的小脚趾头上,我说,这这条冬天 公子你好,我说,这个女的衣服就了 漫步在塞江边的长堤上 谁能想到 当年叶飞同志躲藏的江边滩图和芦苇荡 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片片藤蔓繁茂的葡萄园 狮子头村里宽阔平坦的街道 一排排临次置笔的房屋告诉我们 经过八十多年的沧桑巨变 老区人民凭借着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 逐步过上了小康的新生活 敏东既是叶飞工作的新起点 又是他走向成熟的转折点 叶飞在敏东革命期间 组织指挥并亲自参加的战斗 无计其数 与敌人的短兵相戒更是家常便饭 可谓出生入死 步步惊心 狮子头死里逃生后 叶飞有好几次遭遇险境 甚至身负重伤 他身上有七处伤 这其中呢 那个 基本上都是在敏东留下来的 都是在敏东留的 1999年4月19日 85岁高龄的叶飞 奏完他传奇的一生 与世长辞 去世以后火化 火化完了以后就是我弟弟去骨灰 剪骨灰 里头就把这颗子弹剪出来 剪出来以后 后来我们就送给 赠送给福建的一个革命历史博物馆 透过这颗子弹头 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 当年的革命斗争环境 是多么的残酷 多么的艰苦 我们的革命者 像叶飞同志这样的 如何的不畏牺牲 他们为了他们的理想 为了他们的信念 这就叫不惜抛头炉杀热血 通过一个小小的子弹头 也能够反映我们敏东革命 反映我们中国革命 这个波澜壮阔的一个革命的历史划掘 子弹 这个人是件最冰冷的嗜邪者 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生命的终结者 然而 这颗留在叶飞身上的子弹 在61年血肉交织的不凡身时中 挣脱了曾有的敌史与冷酷 反倒凝结成一种豪迈的气质 应产出英雄无畏的血性 和令人景仰的感动